探讨活动,动物组织的观察 实验器材与材料有 再剥片,带剥片,解剖刀,解剖针,单面刀片,镊子,滴管,培养敏 新鲜带皮鸡翅,生理石盐水,牙甲蓝液,蒸溜水 小肠切片,硬骨磨片,脊髓抹片 以及副式光学显微镜 1. 基视各部位组织特征的探讨 步骤1. 取出不同的组织样本制作水埋拨片后 以副式显微镜观察并记录于实验记录本上 步骤2. 鸡皮下方的透明薄膜 用镊子拉起鸡皮 再以解剖剪小心地取下一小块鸡皮下方的透明薄膜 以牙甲蓝液染色后 观察组组织中细胞的形态 排列及细胞兼殖分布的状况 步骤3. 鸡皮的皮下脂肪 用镊子从鸡皮下方取出少量的黄色皮下脂肪 观察细胞的形态与排列方式 步骤4. 鸡翅上的鸡肉 将鸡翅鸡肉以解剖刀剪成小块 至于装有生理时盐水的培养抿中浸泡30分钟 用镊子将组织丝成细丝状 以牙甲蓝液进行染色后 观察细胞的形状 排列于细胞核的位置 数量 步骤5. 连接骨骼处的肌腱 步骤5. 连接骨骼处的肌腱 找到肌翅肌肉连接骨骼处的肌腱 用单面刀片小心地取下肌腱薄片 以牙甲蓝液染色后 观察细胞的形态 排列及细胞兼直分布的状况 步骤6. 鸡翅骨两端的软骨 用单面刀片小心地取下肌翅骨两端的软骨薄片 以牙甲蓝液染色后 观察细胞的形态 排列及细胞兼直分布的状况 2. 永久剥片的观察 步骤1. 神经组织的观察 以显微镜观察及随抹片标本 与实验记录本上记录神经元与神经胶细胞的形态 步骤2. 因骨组织的观察 以显微镜观察因骨抹片标本 与实验记录本上记录骨元及因骨细胞的形态与排列方式 步骤3. 小肠永久剥片的观察 以显微镜观察小肠切片标本 与实验记录本上记录不同组织中细胞的形态与排列 问题与讨论 1. 请根据观察到的细胞形态与排列 推测这些构造应该是属于何种组织 肌皮下方的透明薄膜 黄色的皮下脂肪 肌是上的肌肉 连接骨骼处的肌腱 肌是骨两端的软骨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2. 请根据观察比较神经元细胞与神经胶细胞的形态差异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3. 请汇出硬骨膜片中所观察到的细胞形态与排列 3. 标示出骨源、硬骨细胞及硬骨质的位置 并试着说明硬骨组织构造与其功能之间的关联性 3.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4. 请汇出小长切片标本中的细胞形态与排列方式 4. 试着找出不同类型的组织并将其标示在图上 4.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5. 小长内称的组织细胞排列是否紧密 5. 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5.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6. 小长切片中可以见到几层肌肉层 不同层肌肉中细胞排列的方向是否一样 5.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5. okay 7. 黑肌肉层股敞 8. 参考答案如画面所示 7. 资料股肉